Punk四人军事城堡公司与人们平日里所广泛熟知的那些常规安保公司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其中一部分Punk公司主要将侧重点放置在提供直接性的物理保障方面 通过各种方式来确保相关区域或目标的安全与稳定 而另一部分则负责承担诸如提供训练装备等各种各样的后勤功能 为军事行动或相关任务提供坚实的后盾支持 在漫长的西方军事历史发展进程中 Punk公司的历史可谓是远远流长 他们甚至在诸多的历史事件当中都占据着极为关键且举足轻重的地位 举例来讲在美国独立战争那个时期 对Punk公司的依赖程度就相当之高 这些公司为其提供了包括运输服务 木工相关工作 机械维修工作 以及与各类物资和药物相关联的一系列服务 二战结束之后 随着美军逐渐装备了众多各式各样的高科技武器 其对于Punk公司的依赖性也在与日俱增 在越南战争当中 这种依赖更是达到了一个突出的程度 以至于这场战争甚至被形象地称为承包下的战争 到了现今时代 美国的Punk公司所承担的职责不仅仅局限于美军的后勤供应工作 他们还积极涉足到战斗任务领域以及外交活动之中 而且 美军大量武器装备的维修保养工作 也大多由这些军事承包商来负责承担 并且其数量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加 自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 美国由于发动反恐战争 从而对武装力量的需求呈现出极具上升的态势 这极大地带动了Punk公司的快速发展 联合国在2010年对私人军事保安市场规模进行估算时发现 其规模已经超过了1100亿美元 而在这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生意是来自于英美这两个国家 Punk公司在美国的各类军事行动当中始终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20世纪90年代的哥伦比亚毒品战争 一直到近些年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都能够清晰地看到大量由美国政府外聘的Punk人员活跃其中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全球历史上著名的四大Punk公司 其中第四位是战斗支持合作社 也就是CSC公司 这是一家创建于1998年的公司 其当初创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参与竞标科威特的作战服务支持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结束之后 科威特当地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部性的混乱情况 再加上当时伊拉克频繁的有所动作 美国政府经过研判后认为需要借助外力来援助科威特 然而又不适合让美军直接驻扎在当地 于是便采取招标的方式 让民间安保公司来为当地政府提供包括后勤支持 培训以及部队保障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 依据科威特作战服务支持合同 这项为期70年的合约有效期直至2009年 第九位是军事职业资源公司 金配公司 这是一家美国的大型私营军事公司 同时也是与美国官方关系最为紧密的公司 其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 是由退休将军威龙有意在1987年的时候所创建 正如其他的私人军事公司一样 安普里公司也是由大批来自陆海空 以及特种部队的退休将军所组成 在那家颇具规模的公司的庞大档案库中 竟然存有数量超过2000名的退役军官和事官的详尽资料 而更加令人瞩目的是 在该公司的高层之中 更是有数量众多的将军纷纷云集于此 甚至还有相关的报道明确指出 安普里公司中将军的密集程度 竟然比那作为军事重地的五角大楼还要高得多 第八名的庄甲集团 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风险管理 这家公司主要是为政府机构各类企业以及其他众多机构 提供全面的风险管理服务 其业务范畴极为广泛 涵盖了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以及安全培训等等诸多方面 派利新在2014年接连推出了 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总体风险评估 以及有关希腊雅典安全评估 这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 对西班牙 葡萄牙所面临的严峻恐怖威胁 以及雅典奥运会安全等关键方面 进行了极为深入且细致的分析 该公司的总部设立于伦敦这一国际大都市 并且在全球38个国家都设有办事处 拥有的雇员数量高达7500人 而其亚太地区中心 则设立在了香港这一重要的经济中心 第七名的北极湖雇佣兵团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神秘莫测的雇佣兵组织 在网络世界中几乎很难寻觅到 与他们相关的任何确切信息 这支于1984年成立的雇佣兵团 仅仅只有几十人 并且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一直维持着这样的人数规模 从未进行过任何扩招行动 但即便人数如此稀少 这支精锐无比的兵团 所展现出的实力 依然足以在众多雇佣兵团中 傲视群雄 就连那大名鼎鼎的黑水公司 都不敢轻易对其进行招惹 据说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 都来自于美国的各类部队 以及其他欧美特种部队的退役人员 他们很少被国家的正规部队所雇佣 多数情况下是受雇于私人 去执行一些违反国际法的任务 比如令人胆寒的暗杀等等 与一般的雇佣兵公司有所不同的是 他们一旦投身于战场 就会专门将目标所定为 对方的特种兵进行猎杀 因此 他们成为了让各国都为之胆寒的噩梦 对于他们来说 尽管猎杀特种兵的难度极其巨大 只要拥有足够充裕的资金 那么便能够顺利达成目标 在各种军事力量的排名中 位居第六名的便是那声名赫赫的 哥萨克雇佣兵团 要知道 哥萨克这一独特的称呼 是源自突厥语的 其包含的意思为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之人 或者说是英勇无畏的勇敢之士 哥萨克人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他们活跃于广袤的东欧大草原之上 他们并不能单纯地被归为 某一个特定的单一民族 而是一个由多种不同民族 所组成的集合体 在这个群体当中 有着俄罗斯人 斯拉夫人 乌克兰人 蒙古人 波兰人 高加索人等等诸多不同的族群 这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较为贫困 所以为了生存就容易去冒险涉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段特殊时期 属于苏联的哥萨克人 在数量方面逐渐地增多 一直到1941年的时候 其数量已然超过了30万之多 就在1941年 哥萨克人郑重其事地正式投入到战斗当中 那些德国人被哥萨克人强大的战斗力 打出了极为深刻的心理阴影 只要一有机会让他们抓住 在那空旷辽阔的战场上 就会变成哥萨克人能够尽情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 他们会进行极其疯狂的杀戮行为 在此之后 不管是在格鲁吉亚战争中 还是在当下正发生着的叙利亚战争里 都能够清晰地看到哥萨克人的身影出现 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俄罗斯的各种战事当中 全力帮助俄罗斯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而且他们所展现出的战斗力 依旧和当年一样强大无比 令人敬畏 位居第五名的是 那个由包罗一手创办的神秘组织 包罗此人曾经可是南非 第32空中精锐部队中 极具分量的二把兽 他在退役之后 积极参与到了国民合作行动当中 这个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 涉及到情报工作 以及充满危险与挑战的暗杀行动 在1989年那个特定的时期 由于面临着事业方面的重重困境与难题 包罗以其果敢决绝的勇气和魄力 已然决然地从原来的体系中跳出来 成功创立了一欧公司 这个公司的成员大多是他曾经在部队时的那些亲密战友 一欧公司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客户都是被国际法所明确承认的 而在这些客户当中 最为著名的要数安哥拉和塞拉利昂了 然而 实际上 一欧公司真正的客户群体是那些对自然资源心怀觊觎的跨国企业 以塞拉利昂的情况为例 在当时的情况下 其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雇佣一欧公司来对抗UV的裁决 不过好在有一家名为支路能源的公司 它挺身而出为塞拉利昂政府做出了信用担保 而一欧公司成员的薪资实际上是由支路能源公司来进行支付的 并且 当一欧公司成功获得了美国的一个钻石矿之后 支路能源公司也能够从中获取到相应的利益 联合国一直持续不断地向塞拉利昂政府提出要求 让其解除与一欧公司的合同 在1991年的时候 塞拉利昂政府于2月正式签订了和平协议条款 而其中就明确包含了要让一欧公司 以及其他所有的外国军队撤离这一规定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 他们在撤离之后没多久 也就是1999年1月1日 一欧公司就正式对外宣布解散 有人说在那部电影《血钻》里所呈现出的那群南非雇佣军 其实就是在影射一欧公司 第四名 以色列ISE雇佣兵公司 以色列这个国家 长久以来一直处于与众多阿拉伯国家的紧张敌对状态之中 而且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恰好被诸多的阿拉伯国家所紧密环绕 这种态势导致其随时都面临着爆发激烈战乱的可能性 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这种随时可能出现的复杂状况 以色列坚定地实行了男女都必须服兵役的特殊制度 在这种制度的严格要求下 几乎可以这样说 只要是能够拿起弃枪的人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具备开枪射击的基本能力 正因为有着充足的兵源基础 再加上长期处于那种充满战乱的艰难环境之中 不断地接受着战争的影响和残酷磨炼 这就促使其成功地造就出了数量众多的 拥有丰富经验且战斗力极为强大的士兵 也正因如此 以色列的士兵在世界雇佣兵市场上 成为了极为有名的抢手获 隶属于以色列ISE雇佣兵公司的雇佣兵们 非常活跃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 在不同的地区执行着各种各样的任务 发挥着他们独特的作用 第三名 Academy公司 其前身是大名鼎鼎的黑水国际 闻名于全球的黑水公司 公司创立于1997年 它是由前海豹部队的军官 二瑞克普林斯与奥康携手合作而建立的 在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 仅仅只有六个人 规模非常之小 然而 在九十一事件发生之后 其业务却迎来了极为迅猛的发展态势 从2002年一直到2005年这段时间里 其营业额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 增长幅度竟然高达600倍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发展速度 在当时那个时期 该公司曾对外号称自己是全球最为全面的 专业从事军事 执法 安全 维持和平与稳定行动的公司 但是 令人遗憾的是 该公司在2007年的时候 发生了性质极为恶劣的事件 在巴格达广场竟然残忍地杀害了14名伊拉克平民 在这些受害者当中 有4名护卫还在美国法院接受了审判 由于黑水国际接二连三的出现了一连串严重的违规事件 在2009年的时候 其不得不停止在伊拉克的运营活动 无奈地结束了之前所签订的那些合约 第二名 泰坦公司 泰坦公司 曾经占据着Punk公司排名第一的荣耀位置 这家实力强劲的公司于1981年 在那被称作圣德哥的地方应运而生 它在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产品供应领域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了该领域主要的供应商 其客户群体大多集中在国防领域 情报部门以及其他各类政府机构和执法机构 泰坦公司成功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 其主要业务范畴广泛涵盖了国土安全 以及反恐战争等关键领域 它具备强大的实力 能够为美军以及盟军提供先进的新型系统 通过该系统能够有效地整合所有盟军的情报资源 进而达成共同侦查 通信顺畅以及作战计划分析 等一系列丰富而重要的功能 在2003年 泰坦公司展现出了卓越的经营成果 其销售收入高达10亿美元之巨 拥有的员工数量多达1万2千人 其业务更是广泛地分布在全球多达120个国家 影响力可见一般 第一名 高气公司 高气公司乃是目前全球范围内规模最为庞大的安全公司 同时也是现金福布斯一千大公司之中的佼佼者 它的总部坐落于美国弗吉尼亚的克林顿 不仅如此 高气公司还在北美和西欧地区拥有数量众多的 超过100家的分支机构 其雇员人数大约有2万3千名之多 营业额更是达到了令人瞩目的60亿美元 它的主要客户包含了美国国防部 情报部门 国土安全部 海关 海岸警卫队 司法机构等等 高气公司在众多领域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是美联邦政府第六大安全供应商 在美国海军供应商中排名第23位 在美国国防部供应商中排名第53位 在华盛顿地区上市公司中排名第36位 其主要业务包含了债务回收 金融管理 知识管理 轻道管理 技术实验室 信息管理系统 网络安全工程以及后传感器系统 永和仿真系统等等诸多方面 在这份榜单之中 多数的胖个公司都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当今时代 倘若美国要发动战争 那么显然已经无法离开这些胖个公司的有力支持了 美国确实不愧是外包大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暂且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对这个频道喜爱有加 那么 欢迎加入我的会员区 每周都会有专门为会员准备的专属内容 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 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出更多别具特色的内容 从而为大家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精彩呈现